看一下韩国的NL对战日本的Gach Quinn 两位拿到了世界冬决赛门票的选手 NL是37岁 Gach Quinn是31岁 NL主力是卢克 Gach Quinn主力是拉西德 OK那现在光榜的卢克 对战这个带着头巾的拉西德 加油 来看这场最终的 上一开局啊 就是活力全开拉西德 可惜啊 对战方推倒了 再崽了 拉西德起身堵了个OD神龙 还不错 堵对了 快攻 这次卢克胜主扣 双方体差异啊 拉开了差距了 进防 起身进防反扔进去 提倡投了之后 再次把对方关在反边 但是没那么容易啊 拉西德反抗又很强烈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吧 出来了吗 出不来了 这次 卢克成功的把拉西德带走了 第一灯 炒杀一切 准备 来了 卡尔夫的拉西德在第一灯吃亏了 好在他还有机会的 毕竟啊 这是第一灯 第二灯上来就是一波红杀 看得出来双方对于中场的这种 力回还是比较有自己的训练耐的 都拿到总结三门票的 那水平不用多说了 都是顶级高手了 这48个选手都不是软柿子 好 龙江峰开启 还没完 打过去 吹飞 准备带副空 吹飞 吹飞 海声 好了 带压一波起身 准备准备压 回压 没选择跳压 想给这方一个起身 哦的声 声的机会 一跳我就直升飞机了 蹦放 对方没动气了 只能被眼睁的打死 out of NL at all and here we go Gachikun tying it up one round of pieces 杠舌服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缓过来了 巴嘎 我可以的 跑成日本对枪拉奇德 怎么会输给你 韩国人现在很难受 被日本人再次推到 车火里面 起针堵力的OT胜龙 还不错 这个前中头被对方拆了 优势还掌控在拉奇德上 两个气又蓄满了 又来又来 怎么办 你是要防啊 还是要打的 又被中了 龙卷疯了 跟上一把一模一样 追加之后 再次压起身 没想调压吗 前调压了 对方第一时间起跳 拉奇德现在掌握赏上优势 对方没动气 哎 没有弹墙 这次用超杀破蹦放 我的天哪 A马骑士破了地方的蹦放 L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了 就小心对方的动气蹦放 又是个蹦踢不放 但是拉奇德这个蹦放 被对方反蹦放了 倒霉人 刚好他的斗气回满了 这就是世界中决赛的精彩 都打到了中决赛了 水平不用多说了 觉得是最强的水准 你看打败拳打中之后 双方体力差异不是很大 拉奇德还在尝试 呼吸 好 但是没有确认 来看这边 拉奇德成功的把卢克关在厕所 卢克起身 欧利松 韩国人现在要跟他拼命了 但是危险了 地面龙卷锋又开起来 拐回来 拐回去 排车 赢了 这个龙卷锋拐出去 成功的把对方吹起来了 直接拐成追加 大师傅说 我也要拿到分数 下庄就要摸到了 就是一个缺反联 好了 反边 骗骗 对 就是骗你拆头 一个心头 再来一个吗 这里不敢拆了 而不敢拆头了 而这场还有三七啊 好 又是个茶盒 而下中角摸到了 准备上C吗 估计不能 对 还想抓人 接着来就看谁能够 拿下这宝贵的第一分 第一场比赛胜利了 比赛跟他抢二的 好在这是小谷赛打击分的 一场比赛决定不了 对中胜负的 这只是刚开始小谷赛 一个人也打五场比赛 这是他们第一场比赛 这个绿冲被对方禁防了 好了拉雪德现在 又跟对方换边 本来想关对方厕所的 没关注 板弹跳 空中打得 可惜被对方用下中前强制倒地了 来戴压制 鲁克现在越队谋 好戴压一波起针 安静跳 可惜对方抢头 拉雪德 还有五十四鸟 对于双方而言都有机会 完了这灯没了 下中脚单发开了龙卷风凉气 不会翻车吧 摩斯 潘雪翻盘了 但是拉雪德能量又是没有了 拉雪能量又是没有了 关键是合调链子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韩国艾尔对战 日本嘎师傅的这场世界冬决赛 小赛 记得比赛 不愧是冬决赛的 水平非常的高啊 每一场比赛都可以看到决赛的精彩程度 三七黑马骑士跟上去 嘎师傅疼啊 嘎师傅的距离已经被消耗六哥了 拉雪德又被关他躲 时间还有七十多秒都来得及 两个下用着木牙一个战轻手 直接带绿冲去消 但是伤害不是很高啊 龙卷风最关键就是 灵魂技能 没有斗气的 卢克 想跑 就是冲出来疯狂的摩雪 擦河 雪凡 一波带走了 那现在嘎师傅 拿下了韩国NL 问题不大了吧 还没死 没死就捕个抄沙吧 到底是日本对抢拉雪德 拿下了韩国的NL 给他们